疫情防控中的云南瑞丽公共场所基本关闭 整条街只有一两家商铺营业 9月15日早上 多名防疫人员坚守在云南瑞丽市澳新市纪小区 对小区实施封闭管理 按照要求外来物资定点放置在门头 由领取人自行领取 街道上车辆行人稀少 整条街道只有一两家商铺营业 14日瑞丽市政府发布通报称 两名缅甸籍偷渡者确诊新冠肺炎 已对两人所居住的澳新市纪小区一期 二期实施封闭管理 将对市区全员进行核酸检测 力保不漏一人 14日22时后 无特殊情况不得进出瑞丽市城区 时间暂定一周